准了 让我进去 施主 实在对不住 今日此寿寺必寺 不接待任何香客 施主请回吧 我偏要寄 你们这是什么道理啊 哪有寺庙必寺不接待香客的 施主实在抱歉 今日寺内却有众鸟之事 还请施主理解 改日再来 你 你 算你们厉害 大不了 此路不通 惯条路 都安排好了 姑娘放心 一定办妥 那就好 你这儿 万一失守 你们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 还对付不了一个弱女子 那哥几个就白混了 事成之后 还有重伤 有劳姑娘 什么该说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心里都有数吧 姑娘放心 我们做事也不是一日两日 我们有江湖规矩的 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是干什么好事情的 可真是 让他少欧哥哥来了 恭送君上 君上 回去路途遥远 路上就让妾身照料吧 准了 君上 君上 惠明见过君上 小师傅 你有什么事啊 住持请君上佛堂一续 暂留片刻 好 请小师傅带路 妾身想和君上同聚祈福 丑妃一同前往吧 娘娘 下轿佟去吧 不累了 想早点回去 这耽搁一会儿会儿 方才君上都邀您一同前去了 我说了不去 他想走就让他走 走就走 省得在这儿暗谋人的眼 来 哎呦 起叫 你 这是不是走错路了 好像和上山不是同一条路啊 这条是禁道 是吗 没错的 这条路我们熟 这地方可真偏僻 吕傲又没跟着 要是我从这儿离开 找个村子躲起来 吕傲应该去找不到我 娘娘 您在看什么呢 林俏 你 你让他们停一下 我要去方便 停驾